好了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从家里开始拍 我们在Cypress Village 怎么说 也不算Cypress Village吧 说是Cypress Village 但是我们在大公园的对面 我们今天来看一套在家附近的 就在家对面 好 走 离家非常的近 没有我们第一次拍视频的那一套近 那一套就真的在我家 马路对面 但是这一套呢是和我们同一个小区 像我刚才说的是算Cypress Village 但是我们这个是 离Cypress Village最远的一个小区 我们来看一下门口吧 这是隔壁 然后这是这条小街里面的最里面的一套 基本感觉和自己家差不多 门厅 然后右手呢 是一楼的卧室 这一套是17年建的 我们家是18年建的 这一个一楼的卧室 感觉面积还可以 有自带的卫生间 嗯 淋浴还挺大呢 衣柜也非常的大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烟窝报警器没电了 所以会一直在叫 而后一楼的卧室边上是车库 车库 哦 人家地板做了升级 不像我们家 现在地板还是水泥地 这个门我很喜欢 一楼卧室还有门厅和车库看完 我们就走进了巨大的厨房 还有客厅 厨房在那儿 厨房明显比我们家的大 我们先看一下客厅吧 客厅上面巨大的吊灯 餐厅上面也一个同样的吊灯 然后这里是它的小院子 我们出来看一下它的院子吧 这个推拉门 可以完全打开 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室内外生活的环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院 还有可以看穿到厨房 这个是我们的侧院 很漂亮 看一下他们的厨房 我很喜欢这个厨房 因为比我们家的大 大很多 中岛 非常的大 柜子呀 什么家电都基本上都一样的 睡职不太喜欢 而且它这一套呢 厨柜没有升级到天花板 但是它有一个壁厨 储藏室 特别的大 在楼梯下面的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它这个厨房的 我们从厨房看一下它的客厅还有餐厅 那我们现在上楼了 楼梯人家还是地毯的 楼梯的这个拐角是一楼的这半个卫生间 我们上楼来看一看 楼梯上面左手是我们的一个二楼的家庭厅 人家摆了张床 可能是小孩睡的地方 面积非常的大呀 特别大 蛮喜欢的 而后 我们来看一下 右手上楼梯右手 这里是一个走廊 走廊左手呢是第一个次卧了 非常大 衣柜有点小 然后这里是一个卫生间 共享式的卫生间 和隔壁是连着的 隔壁的房间 我这隔壁房间有一个不如是衣帽间 还行啊挺大的 两个房间 而后 第二个次卧出来呢 面对着它的就是洗衣房了 洗房面积跟我们家一模一样大 洗衣房的隔壁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面积上感觉还可以 不算最大 然后来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 卫生间感觉有一点点的挤 这是它的衣柜 衣柜面积感觉还凑合吧 水池什么的跟我们家都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小区 我们这小区的房子很少上市 而且如果有上市的话 它一般都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卖掉的 所以像这套的话卖的应该很快 我们这个小区里面的房源非常受欢迎 那我们最后来报一个价吧 这一套是四个卧室 三个半卫生间 一共是2128尺 像我刚才说的是2017年建的 现在的要价是1498,000 我刚才忘记说了 今天是这套上市的第一天 其实是昨天晚上上市的 今天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个来看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套房源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随时联系我 还有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考虑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